香港生物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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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移如推動中醫藥在香港發展 中醫藥GMP生產廠房 目前也進一步擴充 是配合香港这方面中成药製造的需要 不单止是这样 我们在创新技术方面 也都不断地进行研发 推动中药生产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Hong Kong IB是有完善的质量控制实验室 可以对样品进行全面的质量 安全性及稳定性检查 以达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MP的要求 其中就安全性检查方面 常见的包括重金属测定 农药残留量测定 微生物限度检查 确保中成药的安全、质量及成效 保障服用者健康及权益 这一节我们为大家介绍安全性测试中的 重金属及农药残留测定的方法 所有中成药需就制成品进行重金属 含量测试 以确保含量不超过限定的标准 重金属及其相应化合物 源自外来污染 被吸收并累积于药材内 根据中成药注册安全性资料技术指引附录 利用电感藕合等离子体质谱以ICP-MS仪器 就深、葛、铅、拱四种重金属进行检测 ICP-MS是以电感藕合等离子体作为离子源 用质谱进行检测的无机多元素分析技术 ICP-MS检测灵敏度高 选择信号可以定性、定量检测同时进行 首先进行样本的前处理 主要是将样本的结构破坏来释放出重金属粒子 常见的有酸消化法或灰化法 用微波消化仪进行消化 消化后加水稀释作为代测式溶液 将代测式溶液转移至ICP-MS样品管并准备分析 使中程药样本的重金属完全吸出 在开机之前需要检查各个部件 包括仪器、热交换器、泵 电脑和排气扇是否正常 检查压气供应情况和压力值等 ICP-MS检测样本前 机器需要用空白溶液冲洗 重金属、校准溶液及测式溶液 会分别自动吸入检测器内 得出分析图后 程序会根据重金属校准标准值 计算样本内不同重金属测定结果 农药残留的测定方法 多以气质联用法 GC-MS为主 气象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是一种测量离子电荷质量比的分析仪器 我们先将样本粉碎并加入溶液提取 分离后 用Quetress方法将固项萃取吸附剂 分散到样本的萃取液中 吸附干扰物 保留目标物质 然后将进化液直接进行层息分析 我们选用不分流进样模式 程序方面选择升温模式 而进样口及离子源温度 应该分别保持在250摄氏度和230摄氏度 便可使用 混合农药标准溶液和样本进化液 自动注入色谱仪 分离并记录成色谱图 测定农药的相对保留时间 就能得出测定农药残留含量结果 这一节我们介绍了重金属和农药残留 的测定方法 下一节我们会为大家介绍微生物测定方法